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皇上仁 我是Black Hawk教会华语部的牧师 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到我们的 马可福音的这个讲道系列 我们已经进入第14讲了 大家可能觉得很长 可是我们现在才到一半 但是还好前面这一半比较大 后面一半只有8讲 那我们 我今天的主题叫做 看懂看清楚 然后其实我有两个表 一个副标题就是什么 灵里面的瞎眼 灵里面的瞎眼 那我很快的前情提要一下 上个礼拜 陈卓坤弟兄在这里 带领我们看到什么呢 是耶稣喂饱四千人的这个故事 然后还有一个 叙利亚叙利亚妇人的这个妇人 她来求耶稣 然后耶稣就帮她的这个女儿 赶了这个鬼 虽然她是好像很被羞辱的这个感觉 那在这件事情之后 这两件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经文 但是我想回顾一下 让大家先看一下地图 这样会比较清楚耶稣 他的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菲尼基在最上面有没有 这是所以上个礼拜是到这个地方 然后会也到这个底加伯利 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区域 所以如果你看 在这个耶路 离耶路撒冷已经其实蛮远的 耶路撒冷在下面 然后今天要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 所以要过到左边 西边这边来 所以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 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区 好 那再下一页 所以这个是从底加坡利 然后再到 达玛努萨达玛努塔 然后再到伯塞大 所以耶稣的这个行程是 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会看到他这样子 坐船过去这两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 我们看到他这样子在 经过的时候呢 是什么 我们先看到上次 上次在这个外邦的这个地区 然后他喂饱了四千个人 这件的这个神迹 那因为我们看到 第一次喂饱五千人 跟这个不一样 五千人是在犹太的地区 然后四千人是在 外族人的这个地区 他的重要性在这里 不是耶稣很喜欢变神迹 还故意要变两次 表示他自己很厉害 不 各自有各自的意义 一个是为犹太人 一个是为外族人 那我们看耶稣之后 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当时人数约有四千 耶稣解散了群众 就立刻和门徒上了船 来到大马怒他地区 所以他喂饱了四千人之后 上船到这个大马怒他 然后我们再看 发生什么事情 我接着读 法利塞人出来 跟耶稣辩论 他们想试探他 求他显个从天上来的神迹 耶稣淋漓 深深地叹息说 这世代为什么总是寻求神迹 我实在告诉你们 绝不会有神迹 显给这个世代的 于是他离开他们 又上船往对岸去了 耶稣的心里 对这些法利塞人 是非常的纳闷的 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 不断地显神迹 给很多人看 门徒看 群众看 法利塞人也都在场 他们也都有看到 他们到底还要怎么样 已经多次显成绩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 因为耶稣这个时候 我相信他心里面 可能是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样 神迹又不是魔术表演 拿来给你娱乐的 你们把这个当成好像娱乐 你们不信 我还得多变一次给你们看 一样 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神迹 为保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 这个神迹 耶稣已经做了两次了 对不对 为保五千 为保四千 对耶稣来说 他可以说 拜托 我连外族人 我都给他们出埃及了 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耶稣已经 心里面可能厌烦 他已经为这些人觉得说 真的是很刚硬 很难救 所以他就叹了一口气 这里面看到说 他灵里面叹气 因为他心里面 其实也是有那个悲伤 说什么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 他不愿意再给他们这个神迹了 因为已经够多了 他们还这样 所以结果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些刚硬的法利塞人 他们的结果就是跟 在出埃及记里面 在旷野里面 那些不幸的 那些硬着景象 那些硬着心的 犹太人的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的心怎么样 顽固 不幸 然后刚硬 所以就再没有神迹 给他们看了 神迹不是拿来满足人的 好奇心的 不是 所以耶稣就只好过到另外一边去 到约旦的另外一边 但是那个 我们如果看到 出埃及记里面怎么样 那些顽固不幸的世代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怎么样 最后是死在旷野的 没过到流奈云密的地那一边 那耶稣他就好像说 好吧 暂时不理这些法利塞人 就过到另外一边去了 感觉上耶稣怎么样 他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 在这些人身上了 好 那我们就接着看 他过到对岸去的 我们接着看这段故事 门徒忘了带饼 船上除了一个饼 身边没有别的了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提防 法利塞人的笑 和西律的笑 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 再来 耶稣知道了 就说 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 你们还不知道 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这么迟钝吗 你们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吗 你们不记得吗 我拨开那五个饼给五千人吃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几个篮子呢 他们说 十二个 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几个大篮子呢 他们说 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刚刚我们看到 第一是看到的吗 法利塞人跟西律 刚硬 在过去的几段故事里面 刚才的经文里面 又看到法利塞人的刚硬 但是现在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看到的是门徒 他自己的门徒的刚硬 又让我们再看到一次了 记得我们几周以前 我们才看到说 心理迟钝原文是翻译什么 希腊文是 就是刚硬的意思 这边是心理迟钝 但是原文是 就是刚硬 门徒也刚硬 他们原本一病赶鬼了 可是结果还刚硬 现在什么 两次 一次喂饱四千 一次喂饱五千 还刚硬 所以说怎么样 门徒他们是不断的 亲眼的目睹 耶稣一次又一次的 行的神迹 一个又一个 结果 我们虽然他们是 神迹的第一手的 这个见证人 连他们自己都一病赶鬼 对不对 可是怎么样 他们的心 耶稣讲了 视而不见 一看再看 但是怎么看 就是看不懂 很可惜 我们再看一次 耶稣是怎么 责备他们 你看 我特别用黄字标记出来 你们有眼 不能看 然后最后还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门徒的心 真是太刚硬了 这是他们什么 耶稣说 你们有眼 却看不见 是什么意思 他们灵里面的 那一个瞎眼 灵里面 看不到 神的这个作为 所以这让耶稣 非常非常的 失望 担心 那这是因为 门徒如果 一直处于 这样的状态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 一个状态 因为怎么样 他们已经跟 法利赛人 差不多了 这样的状态 耶稣不愿意 他们一直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会变成 跟法利赛人 没两样的 所以耶稣 他才必须苦口婆心的 一直劝他们 提醒他们 责备他们 我们为什么 耶稣必须这么做 因为太危险了 我们再看一次 我特别再标记出来 他说 你们要防备 那个提防 法利赛人的笑 跟西律的笑 如果他们 不会受到影响 那耶稣何必提醒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会受到影响 他们会变成 跟法利赛人 跟西律一样 而且事实上 已经差不多了 耶稣认为 很危险 赶快踩住刹车说 喂 你们要小心啊 这里翻译做笑 就是发笑的那个笑 对不对 可是原文 其实它是一团面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 俗称的 我们那个叫做老面 有没有 老面不就是 那个我们在 擀面的时候 已经发笑好的 然后我们就留一小块 然后这一小块是怎么样 明天要用的 还是下礼拜要用的 我们就可以放到 那个新 这个擀好的 那个面团 你看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发起来 那很多这个 老师傅的这个秘诀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老面 所以口感特别好 特别香 那这个老面是 很重要的 但是 我们今天不谈烘焙 但是我们今天是看到说 这个笑的作用 就是会让它发起来 老面可以只有一小团 可是你赶在那个大团的面里面 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你只要水分不要太干 你只要温度够 它自然就会整个发笑 就会膨起来 不是吗 那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要用笑 来做这个比喻 它在比喻什么 心里面的那个刚硬 我不断提刚硬 因为内心的刚硬 也是会发笑的 怎么说呢 若是我不对付 我心里面的那个刚硬 它会越来越大的 它会越来越多的 如果我用一个 比较现代一点的比喻 就是好像我们身体 会结石一样 有没有 有的人会肾结石 有的人会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肝硬化 心硬化 什么血管硬化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些结石 这些硬化 心里面的结石 心里面的硬化 最可怕 比什么都可怕 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 就像笑一样 就像硬化一样 它是会扩散的 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幸 只要有一点疑虑 你只要迟疑 不幸 都有可能会怎么样 越变越大 变成很不好的后果 所以耶稣要我们 特别去提防 其实从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 看得出来的 我们如果看到这些 什么挑拨离间的这个忌 什么以前三国 什么吕布跟董卓 什么对不对 这些任何人 只要想要挑拨离间 两个人 原本很亲的人 对不对 彼此是信赖关系 很好的 甚至像他们这种 一父一子的这个关系 对不对 只要有人 有任何这个机会 他差一根小小的 一个毒针进去 就是什么 让他们什么 彼此稍微有一点猜忌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猜疑 起那么一点点疑心 就可以拆毁 人跟人之间 原本那个非常好 非常和睦 非常信任的那个关系 就是可以这样子 一点一点地把它撕裂 这是笑 这是硬化的可怕 只要一点刚硬 一点不幸 它有可能会发笑的 所以法利塞人的笑 西律的笑 这些是很毒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有所警觉 耶稣他要我们 要好好的打开什么 门徒心里面的眼睛 让他们真实的 好好的观察 好好的思考 不然永远都不会懂 神的心意跟作为 那就太可惜了 那就没办法去做 那个真正的门徒了 这叫防备 法利塞人 跟西律的笑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经文 有一段很精彩的 也是跟看不看得见 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来看经文 后来他们到了博塞大 有人带了一个瞎眼的人 到他跟前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他的手 领他到村外 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 又用手按在他的身上 问他你看见什么 他往上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看见他们好像 竖走来走去 于是耶稣再按手 在他的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叫他回家去说 连这村子 你也不要进去 好 哇 好奇怪的一段经文 不是吗 对不对 耶稣居然吐口水 在人家脸上 真没礼貌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 陈卓坤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是什么 耶稣骂人跟小狗一样 然后就是羞辱他 羞理那个 菲尼基叙利亚的那个妇人 对不对 今天更变本加厉了 不只是 这个口 现在还动手 就是说 有实际的这个行为出来 吐人家口水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神迹 不是吗 要医治人家 然后你先吐人家一口痰 这种感觉 耶稣怎么这么缺乏卫生观念 真的是 礼貌加卫生都没有 对不对 非常奇怪的一个 神迹 明明要医治人家 不是不愿意医治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先澄清一下 如果你说 牧师请你帮我 我生什么病 请你帮我祷告 然后帮你按手祷告 我绝对不会吐你口水 OK 我只会按手 OK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奇怪的神迹 就是除了 第一是吐口水 很怪 对不对 第二还要分两次 这什么道理 很怪的 两段式医治法 这是什么疗程吗 第一次他们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好像那个树在走来走去 难道是耶稣的医治的功力不够吗 是他的气用完了吗 前面医太多人了 所以他要先集气运气一下 把内功提升起来再弄吗 不是吧 为什么要分两阶段 来医治这位老兄呢 耶稣在这里 其实在这样的做法 是为了让他们上一段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堂 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 因为他刚刚才责备完门徒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还提防他们法利赛人的校 对不对 刚刚是用说的 但是现在他要禁止示范 他要用眼的 耶稣的门徒训练 有时候是说 然后有时候是不说 他不直接给答案 然后他会透过事情 让这个经历 他做出来的事情 或是看到的事情 让我们自己去想 让这些门徒去想 然后什么 让他们自己去体会 然后这样子的学习 从观察 从亲眼看到 这样的学习体会 会比较深刻一点 不是吗 所以啊 这一段这个 医治的这个神迹是什么 耶稣他不直接说 他让门徒自己去观察 去体会 而在这里观察什么 体会什么 看到一段 耶稣式的幽默 耶稣有他的这个喜感 有他的这个幽默的这个方式 而且常常是 有时候就是这种反讽 就是讽刺型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说 在过去 耶稣到什么地方 耶稣每到一个地方 都是什么 一大堆人在跟他 在跟他 然后就聚集过来 围过来 想要医病的 想要赶鬼的 谁任何有病的 大病小病 全部都围过来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点名气了 因为医好一些人之后 大家就想来找他 所以以耶稣当时的号召力 也是我们看前面 五千人四千人 耶稣只要到任何一个地方 四千五千人出来围住他 想要听他讲道 或是医病赶鬼的 很正常 对不对 那既然呢 如果说 耶稣到这个地方 到哪里 其实简直 好像在我们今天 开这个医治特会一样 就一大堆人 成千上万的人来 这很正常 但是 在博塞大 应该也是很多人来 多到什么样 刚刚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耶稣还叫他说 可能就是因为人太多 所以我们先离开这个村庄 去到外面 对不对 离开村子 这个这件事情 这个医治的事情 这么多人医治 在博塞大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在那边排队 一个医病 一个赶鬼 一个一个都解决了 可是为什么 马可只写这件事情 也好那么多人 可能有听不见的 可能有什么其他疾病的 为什么他偏偏就写 这个眼睛的问题 是这个施藏人士的事情 为什么马可偏偏写 这个在这里 因为庙就庙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法利赛人 看不懂 然后心刚硬 对不对 结果对耶稣来说 门徒啊 你们跟这些法利赛人 差不多半斤八两 你们看也看不懂 你们心也没有办法体会 还是刚硬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博塞大 博塞大是哪里 彼得安德烈的故乡 这他们的老家 那耶稣这一堂课 就是等于是很 感觉是非常针对的 这个彼得安德烈 要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的乡亲 其实看得很清楚 第一段的医治 以为说看不清楚 好像我们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看得模模糊糊 为什么觉得 人在走动 跟树 树在走动一样 他们这些门徒 可能会觉得 这个四藏人士 第一段一字之后 看得模糊不清 No 耶稣在这个地方说 不 你们的乡亲 看得清楚得很 因为他们 我让他看到的 是你们真正内心的 心灵的 属灵的状态 你们的属灵状态 这位乡亲 这位原本四藏人士 现在看得一清二楚 因为什么 你们就是 最木纳的木头人 这是耶稣的 幽默的 反讽的风格 他们的心 就跟木头一样 门头的心 好像我们说 呆若木鸡一样 或是有人说 蠢若木鸡一样 没有办法去领悟 那些真正属灵的事情 跟木头一样 硬扣扣扣 这一幕就是什么 耶稣和这位世上人士 一起 他们在演一出 用我们今天的话 叫做行动剧 来当作这些门徒 他们门徒训练的课程 显出他们内心的 真实的状态 那为什么 这是两段式的一字 那为什么要吐口水呢 希腊文很有意思 吐口水这个字 叫做 听好 Ptuo Ptuo是希腊文的 吐口水的意思 就是刚刚这一段经文 耶稣他Ptuo 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 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泥声语 对不对 就是声音很像的 发音很像的 这个一个字 那我们中文也很多 像我们说Pay 也是这个声音 好 那在圣经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三次耶稣有用 口水医治人的这个案例 那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 但会是我有众多解释里面 圣经学者里面 有两种我认为 比较可信度高的 我今天来说明一下 那第二种有包含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解释 好 第一是什么呢 是耶稣他需要用一个 比较强烈的一个事情来去对比 他需要用一个比较夸大的手法 来显示出来 这样子门徒才会怎么样 印象深刻 不是吗 所以我刚刚说了 他在演一段 好像一出这个行动剧一样 他要把这个比喻怎么样 活生生地演出来 让他们看到 让他们去体会 这个很正常在旧约里面 旧约圣经里面 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 很多先知都是这样 以赛亚 不是以赛亚 以赛亚 还有耶利米 以西节 他们都是这样 神给他们一段话 他们就必须在他的生活中 把他演出来 所以耶稣也是一样 就是用这个比较强烈的 对比的这种比喻 把他演出来 那第二呢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种解释是什么 这是要说明 那个尼赛亚的角色 我们知道 因为有些圣经学者 没有土口水 可能有他医学的根据 还是当初的风土民情 当初的民间 就是相信说 土口水就是会 皮肤有什么病 土一土口水会好 但是我觉得 那个可信度比较低 土口水很 就是帮耶稣找台阶下 其实我不认为 是帮耶稣找台阶下 因为土口水 就是一种取入 就是一种羞辱人为的 一个行为 这是在各个文化里面 各个种族里面 都是一样的 土口水都不是好事 他要让门徒知道 耶稣清楚要让门徒知道说 犹太人 你们这样子看不起外族人 对外族人不好 你们鄙视他们 就好像你在土口水 在跟他们身上 有什么两样 这么瞧不起外邦人 对他们这么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一天 你们的尼赛亚 就是他自己 这个下个礼拜我们看到 你们的尼赛亚 也要落在外族人的手上 就是罗马人 然后怎么样 被人吐口水 他在预表 他自己 他的十字架的道路 他的那个苦难跟羞辱 这是我的解释 好 那我们看了 这两段的这个经文 这个法利赛人的笑 然后我们看了 这个土口水的这个医治 那我们 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 有什么的意义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三件事情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跟随基督是一个过程 学习是分阶段的 那怎么说呢 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学习的 那就好像这个 刚刚我们看到 这位四丈人是 他需要分两段 那我们的学习 有时候不是一下子 马上一飞登天 我们是要分不一样的阶段 一步一步 属灵生活 日日高升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的往上 那我们要不断的 一步一步的学习改变 刚开始不懂 很正常 门徒不是也不懂吗 但是我们就要越来越懂 然后我们就更多体会 神的心意 跟他的作为 第二点是 好的老师 他不会只直接的给答案 这是我们从耶稣看到 他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技巧 神常常不会给你 非常那个直接的那个答案 告诉你 不会给我们标准答案的 因为他要让我们自己可以什么 自己想通 我们要消化 要需要消化 然后我们要内化进来 等我们融会贯通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 不是吗 所以这个是 耶稣 他不见得给你直接答案 那耶稣其实我们从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他反问门徒很多的问题的 我把它全部列出来了 他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情呢 下一页 你们还不知道 还不明白吗 这个当然有点责备的意思 你们的心还是这么的迟钝刚硬吗 你们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吗 你们不记得吗 再来 我不看那五个饼给五千人吃 你们收拾零碎 装满了几个篮子呢 再来 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 你们收拾零碎 装满了几个大篮子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总共什么 在我们今天看到短短的经文里面 连续夺命连环八大问 刚刚这样子 他一直反问什么 让他们去思考 当然也有责备的意思 但是你要去想想看 那四千人 那五千人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去想一想呢 所以耶稣不给直接答案 要让他们去体会 要让他们去想 这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 他的教学的技巧 那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第三件事情 是不要忘记 神在我们人生中 已经做了事 神给我们的作为 可能在我们的自己身上 或是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 神给我们的各各样样的恩典 好像我们在唱诗歌里面说 其实一步一步都是神的什么 恩典的痕迹 那我们看到这些神的 我们要去想 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这些恩典 神的这个作为 耶稣在这些门徒 他们还不懂得这个的时候呢 他就提醒他们说 提醒门徒说什么 去想想那五个饼 去想想那七个饼 有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 经文 我剥开那五个饼 给五千人吃 对不对 我那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吃 他不断要他们去回想说 这是我过去 在你们身上的作为 你们亲眼目睹了 你们亲身经历了 赶快记得 赶快回想一下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 想起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那些恩典 比如说像什么呢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那是什么状况 我们刚刚蒙恩的那个宝贵的那个时候 神给我们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恩典 第二是我们可以想起那些神 他应允我们的那些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些祈求 他答应了 他实现了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大的这个恩典 那我们能不能去看那些事情 感恩 然后更有确据说 神要顾念我们 他过去过念我们 一路顾念 难道未来他不顾念吗 去回想那些神 曾经给我们的帮助 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帮助 如果从我自己的例子是说 我从台湾到加拿大到这里 边来边去 搬来搬去 但是一路都是神 为我开路 我从来没有遇到 太大的这个困难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我们去想那些 神给我们的帮助里面 那些只有神 那些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只有是他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 不是巧合 不是随便的 一些就是太神奇的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说 感谢神 这个绝对是你出手救我的 绝对是你出手赏赐给我的 这些事情 让我们细心地去回想 再来是 其实任何神的作为 任何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你都可以去想到 你可以 你清楚看到的一些事迹 可能不在你身上 可能在你的家人身上 也是可以 还是我们看到某一位弟兄 神如何恩待他 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感恩 那我们就知道说 神是眷顾人的 好 那我就在这里做一个澄清 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说 任何 我们只要想起神的作为 我们就去感恩 我们去纪念 我们就会马上看懂 所有神的这个作为 没有这么神奇 但是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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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把握 是什么把握呢 就是神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不会离弃我们 我们也要与他同在 我们也要不断地在基督里面 成长 长大 成人 我们来看保罗 写给我们一段 非常宝贵的经文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生 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有能力的 是高天的 是深渊的 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耶稣的爱不会跟我们隔绝 当我们想到神的这些作为的时候 在我们自己身上 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知道神的爱永远不会跟我们的隔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 你是恩典的神 我们如今蒙受你极大的恩典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使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原本是陷在罪恶黑暗里面 但是如今我们敬了你 那光明的你爱子的国度 你把我们圈在你爱子的国度里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不断地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更多在祷告当中经历你 在祷告当中 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你的心意 我们可以更清楚 你看到你在教会中 还有你在这世代 你要显出你那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有份来一起与你同工 让我们顺服在你的带领之下 感谢赞美祷告 奉考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